近日,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制制县庆祝传统节日分龙节 当地各族同胞及宾客欢聚一堂 体验毛南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盛宴 作为毛南族发祥地 环江至今还保留着原始、古朴、神秘的生活方式 分龙节是毛南族人民启幼风调雨顺、五谷风登 祈求百姓幸福安康、吉祥如意的传统节日 与每年农历夏之后的第一个成日前后举行 活动一般持续三到五天 是毛南族最盛大、最重要的节日 2009年,广西环江毛南族分龙节 被评为中国最具特色民族节庆 我是环江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以前都是观众,现在是尽力尽力感受这个节日 我觉得分龙节对于环江来说 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意义 因为它祈祷的今年风调雨顺 也祈祷的环江的人民能够有大丰收、大收获 此次,毛南族分龙节 继第五届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节活动 以探秘毛南唱由环江为主题 以古老的毛南族祈福仪式和五龙不语民间传说演绎拉开序幕 三届公神坛节目 三届公声坛 丰收术皆彩 纳庭仪式 敬献贡品 放长生鸡 撒福露寿米等向世人展示毛南族文化最神秘的一面 米就是五湖风冬嘛 是吧 这个族是就是 族是开花节节高 就是我们当地的习俗就是这样 据了解 毛南族是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环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 环江全县总人口38万人 其中毛南族有6万人 2014年6月 环江喀斯特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